一開始可能是比如說我們之前做主播在播新聞的時候 大家就比較有禮貌 但是多上幾次娛樂新聞之後就發現 我們很沒禮貌 那是瑪莎耶 因為我其實是最有禮貌的 因為我們剛剛是一種經驗分享的狀態 對 對 我們兩個經常會有這個互相交換經驗 什麼經驗 你跟瑪莎有什麼經驗可以交換 就是我們在回答一些比較尷尬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瑪莎就會呼籲 沒有 其實我不會覺得那種問題尷尬 只有你會覺得尷尬 對啊 比如說 那我就問你 你覺得周杰倫怎麼樣 你不會覺得尷尬嘛 不會 不會 那我問你周杰倫你會覺得尷尬嗎 好壞 好直接喔 好壞 好直接喔 對 我跟他交換經驗是不是 對 其實因為有時候 我也必須要問瑪莎一些這種 所謂這個飛文的問題 那我就覺得他答得很好啊 每次都很從容這樣子 因為都不是真的 我當然可以答得很好 可是如果是真的就比較尷尬了 已經不是真的了 所以現在要唱 不是啊 對啊 所以現在要唱四首快樂 沒有沒有 石頭的感想還沒講完啊 對啊 離題了 你看 那馬上就可以把這個焦點移走 他可以 他可以 可是他遇到你應該就沒有辦法了 我不好意思啦 其實要問一下就是說 瑪莎跟梁靜如你們覺得 對 我不想說 他打到這裡來有沒有 他打到 沒有 對不對 阿信 我問我們啊 我們是另外一組的 從面相學來看 面相學 可是適合嗎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 就是有共通點 就是眼睛都很大很靈活 大大圓圓的 對啊 那這樣我跟桃子姐也滿有共通點 那我那麼小 因為你的眼睛也是很大很靈活 你就不要自簽了對不對 我去割一下好了 那你跟我的一層更有緣啊 我怎麼敢 接下來如果說未來的這個 比如說兩年內 誰最有可能登上 《一周刊》的封面 Again 我 不用講 我把你拿回來的 應該有人會比我們快吧 對不起 有眼睛不小心掃到他 我都有在助理 可是啊 五月天經常都跟音樂 就是畫上等號 會不會這樣子的話 跟女朋友 或是跟太太相處 好像音樂是第一個 會嗎 瑪莎 會就來了 你都找我當擋鍵盤 有嗎 沒有 快到裡面 請問阿信暗戀侯沛城 只有你否認 我怎麼能承認 這從什麼時候開始 來 你就回合了 你現在不要做問題 不要做問題就是圈啊 你隨便拿一個人汰換都可以 對啊 有新聞 瑪莎你好歹也講一下 好啦 瑪莎 用這個 再來就是瑪莎 你看他每次都真的就 真的就自己跳出來救你有沒有 沒有 其實他真的 我才沒有叫他 就是他丟過來好不好 我現在只要一尷尬就叫瑪莎 叫瑪莎搭救一下 我現在我先講我沒那個種 我現在沒有 我沒那個種 對啊 好恐怖喔 如果這樣的話就代表他們其實 後面有一個人 所以才一直急於解釋 對 對不對 對 好 接下來 你後面有一個人 對啊 對啊 好啦 不過最後其實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阿信要來教一下這個 侯主播唱歌 對不對 對啊 教我們KTV要唱你們歌的交唱法 不要說教的就是一起唱 好 因為教的可能還有別人 還有石頭啊 或者是瑪莎 有啊 有啊 而且侯主哥剛剛又在打瑪莎了 快點喔 剛剛這樣同邊都期望我救他 可是我超不想的 而且手帶會把你的高音帶得更容易上去嗎 我試試看 就是 就是 開不了空 要來 就是 好煩耶 好 那 佩晨 那我知道我要講什麼原因了 因為瑪莎的朋友唱歌很好聽 所以她應該也滿會唱的 還好啦 比不上女朋友啦 其實很好喝耶 還不錯耶 對啊 刺頭快哭了 真男生喔 好 不像會 什麼意思 我們廁所很遠嗎 其實滿好喝 刺頭現在還不錯啊 因為那個樹會有 會有兩條龍從鼻孔穿出來 兩條龍 會有兩條龍的感覺 我就是那條龍 兩條 兩條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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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條龍 好 那我們來謝謝吳彥晨 謝謝